垂体激素6项是什么?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徐靖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人医师 垂体的激素6项就是垂体它会产生很多的一些激素 其实我们叫的是性激素的6项或者叫7项 那么在各个医院它包括的成分是不一样的 比如我们医院做性激素的6项或者7项 那么它包括了磁激素还有睾酮 还有黄体生成素还有卵泡刺激素还有密乳素 那么甚至有的在查性激素6项的时候呢 垂体激素我们还会把TSH也会包括在这个检测的范围之内 垂体激素6项的检测呢是在临床上 比如说你这个病人有性腺的一些异常的临床表现 比如我们有些病人出现了必经密乳或者是月经不正常 我们可能都会主张做一个性激素的一个检测 那如果说你要做垂体的TSH检测的话呢 那就是说你有甲状腺的问题了 你怀疑这个病人可能是个原发的甲检那我们要查的垂体的是TSH 就是粗甲状腺激素所以各个医院对这个检查组合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你是垂体激素的6项 那么我们肯定也包括了TSH ACTH FSH LH 还有密乳素等等这些水平都在里边包括的 那其实有的医院呢就是它是做一个性激素的6项 或者性激素的7项 性激素里边呢检查呢它包括了磁激素 稿酮 那么其实磁激素和稿酮呢它本身不属于垂体的激素 它是属于靶线的激素 磁激素大多数来源于卵巢的 那稿酮呢大多数来源于稿丸的 那么所以我们在性激素里边呢 它是包括了垂体的激素 还包括了靶线的激素 谢谢大家